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会挥设计工作 今天又完成了一个重要步骤 7月为开展移动通信扩容工程 决定从芬兰引进总金额3亿多美元的通信设备 此项任务交由当时的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张茂东负责 借此良机 张茂东获同省八门通讯公司 八门通信机电公司 西方公司和复门公司福建天理公司 以及林泽清 翁春兴 汽济明等人 逃避海关监管 采用改变品名 化整围灵等非法手段 将这批器材非法入境 偷逃应缴关税人民币3亿3000多万元 另外福建省邮电管理局 还有伙同厦门南洋公司 广东阿海公司等单位 共同走私移动通信设备 偷逃关税6000多万元 目前这起案件的主要责任人 张茂东 林泽清 翁春兴 汽济明已被逮捕 福州市人民检察院也已于近日 以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 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几个毒贩子从境外购的一批毒品 藏在体内 准备从云南盲市坐飞机到上海出售 自以为坐得天衣无缝 没想到在昆明转机时露出了破绽 云南省民航公安局缉毒队 根据掌握的情况 有几名从盲市飞往昆明的乘客 有贩毒嫌疑 他们正准备购票前往上海 民警例行检查时 发现他们身上带有零星毒品 经审讯 这6人交代了利用人体藏毒运输的犯罪事实 携带的200多粒 1165克海洛因被缴获 这些毒品是他们去年底 从境外购买的 准备转机去上海 不想在昆明就落入罚网 这是中央台和云南台报道的 今年是农历的农民 可你知道我国最早的龙的图案是什么样子 龙的形象又是怎么演变的吗 去看一看今天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幕的 龙的艺术特展 您就会知道了 这是1987年在河南出土的一个墓穴的原貌 属于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 在这个墓穴里有一个用棒壳拼摆出的图案 有头有爪 看起来像只鳄鱼 据专家考证 这就是我国最早的龙 被史学家称为中华第一龙 到了汉代 龙在造型上已经分为瘦身龙和蛇身龙两派 这块汉代的瓦当就是典型的瘦身龙的代表 而马王堆薄画上的这条龙 就是蛇身龙的典型代表 龙和帝王的关系在汉代之后日趋紧密 传说汉高祖刘邦之母梦中遇见龙之后就有了身孕 从此也就有了龙岩的说法 唐代时龙的体貌形状已与今天人们熟悉的样子基本一致 到了元朝 龙的周围开始出现云和大海的图案 龙被人们赋予了吞云吐物无所不能的本领 并正式被皇家垄断 在明清时期龙的形象已由最初的装饰文样图腾发展为凌驾于所有动物之上 龙袍已成为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 据介绍 龙的艺术特展在北京展出一个月后还将赴中国台北展出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一口气生下两个孩子 两天以后又生下一个 虽然说每个只有两斤左右 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谁让这个英雄的母亲是条鲨鱼呢 这条养在一家酒店水租乡里的食人鲨进来滚动比较频繁 表现出临产的征兆 11号下午6点钟左右 母鲨顺利产下了第一条小鲨 10分钟后又顺利产下第二条 此时母鲨仍然四处滚动 饲养员估计母鲨还要继续生产 直到两天以后 第三条小鲨鱼才顺利诞生 小鲨鱼产下时 每条体重约有一公斤左右 为了防止小鲨鱼被母鲨和其他大鲨鱼伤害 饲养员已将它们分开饲养 三条小鲨鱼在鱼缸里自由自在安然无恙 这是广东台报道的 好观众朋友 今天晚间新闻报道 国内发展 在设计专家们评选的51件作品中 有6件作品被评为金奖 参加今天专家深奥会辉设计邀请赛的 共有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13位设计专家 每位专家分别向奥申委提交了至少三件精心设计的会徽提案 在对参选的51幅作品经过三轮不记名投票后 最终有6件作品荣获金奖 另有10余件作品被评为优秀奖 这些作品将与向社会征集的其他应征作品一起参加以后的总评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国际拼联群回赛总决赛今天在澳大利亚悉尼继续进行 中国选手李菊王楠在女双决赛中以3比1战胜了队友孙靖杨颖夺得冠军 中国选手李菊王楠与队友孙靖杨颖争夺女双冠军 结果李菊和辽宁队交锋 比赛投两局浙江队凭借网上优势控制了比赛节奏 他们先以25比23和25比22获胜 但第三局比赛开始之后风云突变 辽宁队的蓝网发挥的淋漓尽致 以26比24扳回一局为自己赢得了机会 此后辽宁队越打越好 他们以25比22和15比11连胜第四和第五局 从而以3比2把连赛亚军浙江力群队击败 四川克里多女排在北京也是以2比3被北京队战胜 身穿白色球衣的北京队今天一公稳定 防守反击出色 他们以25比20 23比25 20比25 25比23和15比10 获得了联赛中的首场胜利 身穿蓝色球衣的北京男排 今天主场迎战上海有限队以0比3失利 继战术不如人是他们输球的直接原因 其他几场比赛的结果是 江苏南星队主场3比2战胜四川队 山东几岗队3比0战胜河南天冠队 广东大亨玻璃男排以0比3被城部恩威队击败 湖北红金龙队以1比3不敌八一金汉王队 女子组中上海有限队主场3比0战胜 云南红河队 上海队已经是三战全胜一举未失 福建喜蒙宝队以2比3被江苏一化队战胜 南部大红英队以1比3不敌浙江南都队 辽宁环宇队以3比1战胜了天津锦湖队 山东永安队以0比3输给了八一中盟队 本台明天第二套节目15点50分将现场直播山东永安女排与八一中盟队第二回合的比赛实况 欢迎大家到时收看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 第三十四届百慕大杯和第十二届威尼四杯男女世界桥牌锦标赛小组赛北京时间 十四香烟的庄十分突出民族特色 烟标的表面常常印有许多汉字 在大长城烟标上有这样两句话 此烟取长城为牌 其香醇凌驾搏来品质上 从当时的香烟牌号上 我们可以感受到民族烟草工业发展的艰难和曲折 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制定奖励公司章程破产绿等商法 这些政策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放弃状元投身实业的张检 1899年在家乡南通开设了大声沙场 这张照片是我祖父七十大寿的时候拍的 他所以会办那个大事沙场的 那时候啊